说到海洋霸主,通常人们都会想起鲸鱼 鲸鱼之所以能够成为海洋食物链最顶端的生物 凭借的就是它庞大的身体 除了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以外 还有一种生物能够对鲸鱼造成威胁,那就是藤壶 这里先提醒一下,本期有众多密集内容 密集恐惧正请谨慎观看 听到藤壶这个名字,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它们是植物 但其实并不是 藤壶是一类属于翘甲钢曼族亚钢生物的通称 也是海洋节制动物 它们生活并广泛分布于全球海洋的朝间带和前海区域 这是因为藤壶以其独特的形态和生活方式著称 它们喜欢附着在表面粗糙的石头或者生物表面上 其中包括岩石、船底、码头、贝壳、海洋哺乳动物 甚至其他海洋生物的外壳上 那么藤壶为什么被称为海洋中的寄生恶魔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藤壶的寄生习性 首先我们来说说藤壶对海洋生物的危害 鲸鱼的表皮在许多人心目中是光滑而有光泽的 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鲸鱼的表皮常常会受到各种寄生生物的影响 尤其是藤壶 藤壶特别喜欢附着在那些游得较慢的鲸鱼品种和海龟身上 就以鲸鱼来举例子 鲸鱼作为大型游动动物 为藤壶提供了一个稳定的且移动的生活平台 相比于其他固定生活在海底或岩石上的藤壶 生活在鲸鱼身上意味着藤壶能够跟随鲸鱼的游动 以获取更多且丰富的食物资源和适宜的生存环境 由于鲸鱼在觅食时会搅动水 引起浮游生物的聚集 这也为藤壶提供了大量的食物来源 藤壶通过挥舞触角来捕捉浮游生物 与鲸鱼的进食行为作为辅助 使得它们能够轻松获取食物 维持生存 那么藤壶是怎么附着在鲸鱼身上的呢 通常这是在藤壶介于现阶幼体时附着上去的 因为成年藤壶无法靠自己移动 只能固定附着在物体表面 通过绿石来生存 在它们接触到并确认好理想的宿主后 藤壶幼体会从它触角上的吸盘 开始分泌粘性超强的粘液 这些粘液迅速覆盖在物体表面后 通过化学反应就能牢固地附着在宿主身上了 另外 由于藤壶的繁殖能力很强 且大多数藤壶是雌雄铜体 既有雄性生殖器官又有雌性生殖器官 这使得它们能够进行自我受精 或与临近个体交配 所以很快 藤壶就密密麻麻地占领整个地方了 一旦藤壶附着在鲸鱼身上 藤壶会对鲸鱼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首当其冲的就是会对鲸鱼带来扫养 藤壶的附着结构会穿透鲸鱼的皮肤表层 紧密并牢牢地附着在皮肤上 虽然鲸鱼的皮肤较厚 但这种直接的物理刺激仍然会引起不适合扫养感 另外 藤壶附着的部位可能会造成微小的伤口 这些伤口可能会引起感染 感染部位的炎症会进一步加剧不适感和臊痒 其次 藤壶附着在鲸鱼表面会增加鲸鱼在水中的阻力 这意味着 鲸鱼在游泳时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 增加的阻力会显著影响鲸鱼的游泳效率 有研究表明 有的坐头鲸身上的藤壶可达450公斤 尽管对于20多吨重且体型庞大的坐头鲸来说 这种增加的重量可能相对较小 但如果宿主是海龟的话 以它们的体重比来说 那影响就很大了 鲸鱼可能会采取多种行为 来减轻扫养和不适感 如摩擦海底 岩石或其他硬物 以尝试刮掉附着的藤壶 甚至采取撞击船只的极端行为 只为了摆脱藤壶 虽然说藤壶的寿命只有短短几年 但是藤壶的石灰质外壳确实非常坚固 一旦附着在物体表面 即使藤壶死亡 其外壳也很难自行脱落 这种特性使得藤壶对其宿主和附着物 产生长期影响 除了对海洋生物造成伤害外 藤壶对人类造成的危害也不小 藤壶的寄生对人类的商业活动和经济利益 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首当其冲的是船只和航运业 相比于游得较慢的海洋生物 人类船只的移动速度就显得较快了 但是还是逃不过被藤壶寄生的命运 当船只停泊在港口 码头 毛地或者以低速航行时 水流速度显著降低 这种环境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状态 方便藤壶幼体附着 藤壶附着在船部的船体上 会增加船体的粗糙度 并增加了船只在水中行驶时阻力 结果是船只需要消耗更多的燃料 来维持相同的速度 从而增加运营成本 藤壶的附着和生长 会对船体产生磨损和腐蚀作用 这种损害会缩短船只的使用寿命 并增加它们维护和修理的费用 其次 藤壶会附着在其他水下的结构上 如石油平台 海底管道 浮标和码头桩等 这种附着会增加结构的重量 影响其功能和安全性 并可能需要定期清理和维护 另外 藤壶也会影响渔业 如鱼具和养殖设备 藤壶附着在鱼具和水产养殖设备上 如网具 养殖笼和浮标等 会增加设备的重量和阻力 降低其使用寿命和功能 除此之外 藤壶附着在养殖的贝类 牡蛎等海产品上 也会影响它们生长和品质 增加养殖成本和工作量 为了应对藤壶的泛滥 人类在船舶和水下结构上 使用防污涂料 可以有效减少藤壶的附着 这些涂料含有特殊的成分 能阻止藤壶和其他海洋生物的附着 此外 定期对船舶 水下结构和养殖设备 进行清理和维护 也可以减少藤壶的附着和生长 降低其负面影响 最后 虽然藤壶在海洋生态系统 带来不少的负面影响 但它们也在净化水质 提供栖息地 促进科学研究 以及文化和教育方面 有着重要的贡献 通过全面理解和合理管理藤壶 我们可以更好地平衡其正负面影响 促进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 与可持续发展